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你有沒有試過給一個位子 一個老人家坐在巴士上 有沒有試過 當你這樣做的時候 心裡會感覺什麼 舒服的 開心的 幫人開心的 你有沒有見過一個人 沒有東西吃給他吃 有沒有試過 請一個人吃東西 心裡的感覺是怎樣 是開心的 我們能夠幫助別人開心的 所以你想快樂 就不是經常說 哎呀 誰對方不好 哎呀 我家人又不給這件事 我又不是這件事給我 反而你給別人 你試一下 你有的玩具 跟你家人分享一下 你玩吧 有些人不是的 那個兄弟姐妹一碰的時候 哎呀 不要吊 吊懶了 你說 你玩一下 你當然可以叫他小心 但是可以讓他玩一下 就是分享的時候 這個就是有愛心有行 行動的時候 神就祝福你了 那你怎樣能夠去服侍人呢 第一呢 就是當你聽人說話的時候 經常去想一下他的感覺 這個我經常都聽過 因為我現在受的訓練就是這樣 乙目當人一說話的時候 我立刻就聽到他覺得很孤單 他覺得有些人說 有兩種 譬如有些人很病 有些人說 哎呀 生和死都是沒所謂的 這個說話 說去說的時候 你覺得他是很接受生和死還是甚麼呢 他不是很接受的 不過他覺得無可樂去託 哎呀 生和死都是這樣的 哎呀 都是 他其實就是很慘的 所以我聽得出他是很慘的 但是有些人說 沒所謂 一死就死了 那他就比較豁達一點 那你聽他說的話的時候 我就試試 聽他說的時候 我就聽聽聽他的感覺 那些同學 有時候說 哎呀 很多孤窩做啊 那你可以怎樣回應呢 那有些回應又不是太好 對呀 那個生日那麼壞 給我們那麼多孤窩做 這個回應不好 因為你是令到那個同學 去憎恨那個先生 那你可以認同 對呀 很多孤窩真是很辛苦的 又很難做 又不知怎麽做 這些就是回應了 就是有時常都在想 幾種的回應方式 一種的回應方式 有些未必是對的 就問他如何 怎樣 怎樣 怎樣辛苦 這裡是OK的 有時候拿資料是OK的 譬如說 哎呀 很辛苦 哪有孤窩辛苦啊 可以問他 數學辛苦 然後你遲早也要connect 即是跟他有聯繫 你不要只猛地問 那數學不懂 那數學甚麼不懂 這個幾何 幾何 不懂啊 哦 幾何 是啊 是啊 接著聽完之後 就走了 那我要connect 即是怎樣呢 啊 幾何不懂 是真的很難的 我也覺得很困難 或者你說 我曾經都覺得難 不過現在我覺得好一點 就是你connect 你都認同 然後跟著說 你想不想我show 給你看我學到些甚麼 這個就是跟他有聯繫 即是任何人有不開心的事 有開心的事都聯繫 即是我們都會想一下 我們怎樣跟他聯繫 不要只是問 有時只是問他 為甚麼啊 怎樣啊 你甚麼事啊 甚麼原因啊 只會問那個細節 我們試一下 稍後你在小時候留意一下 因為我們的組長 全部都受過的訓練 怎樣connect的了 即是別人說的話的時候 時時會想回他的感覺 去回他的感覺 有沒有令到你不開心啊 令到你很煩啊 但你那時候 又沒有那些踩下的感覺 而是你認同他 還有有回應的 所以當我探病人的時候 很多病人很喜歡 有些人不斷跟我聊 聊了很久很久 但我也覺得沒有所謂 因為我不是很趕著 一定要探討一個病人的 有一個人很喜歡跟我聊 我就慢著聽他說 他有些人真的很喜歡說 有時說整個小時 說很多 很多他的生平 又像以前 剛剛有一個人他跟我說 他說他太太那時候 即是很病 那醫生說是 不能治療的了 那麼就 那不能治療的時候 他就要做了一個決定 就是 拔不拔那些喉 拔那些喉 譬如他養著他 那些食物給他 如果他養著他 他就會一直靠這些 但是他根本就 就是他自己沒有這個能力生存 他是有這個權去拔喉 他就覺得很內疚 其實這個拔喉不是錯的 為什麼呢 幾十年之前 哪有插喉 以前的人病 根本就是會隨世的 如果一個人生存在 好像所謂植物人 根本都不能動 又不能說話 又吃東西又吃不到的時候 就是靠喉的時候 根本就是 他這個人根本是 沒有辦法有一個正常的生活 當時他有醫生跟他說 不如你拔喉 他都說不到話 已經說不到話 他就做了決定 但他做了決定之後 他三年之後 他今天都後悔了 我就跟他談 就是跟他聽的時候 他就說 哎 都沒事了 但是一會兒說話 又說有事 所以我知道他是不開心 那我就聽他說 我以後我就盡量去幫助 去化解他的感覺 就是我們都時時去這樣想 這個第一就是 對人說的話有回應 和感受的感覺 不要經常掛念自己的感覺 真的 哎呀 沒人理我 哎呀 沒人什麼 沒人理你 就去關心人 沒人 譬如去吃東西 沒人叫你吃 叫人一起去吃 就是有一種服侍的心態 就是他經常想著服侍人 不要說 哎呀 沒人叫我吃 不敢買東西吃 你就叫人 一起買東西吃 既然可以吃 就是有一種服侍的心態 還有你知道有人有需要 就盡量去幫他 就是就算用時間 你記住一件事 就算你那天 你做不到一件你想做的事 你能夠幫助這個人 是對他生命有一個影響的 所以你就 可以的時候 你盡量找機會去幫助人 甚至去尋找機會 不只是說 他講了一聲我就幫 而是說 有機會我們就盡量去幫助人 還有那些服侍你的人要關心 要多謝 你媽媽對你這麼好 這麼細心的爸爸去做工 要關心他 因為他對你這麼好 如果你服侍人 如果服侍你那個 你又不理他 你又不理他 不感謝他 那這個是很不正常的 所以我們要學習 在家裡時時都給家人 感受到我們的關心 當你給他感受到關心的時候 他就會回應 對你又回應 你的關係就會改善 你家裡就不會 第一個有個好處 就是你不用罵這麼多 這個是真的 因為他覺得你乖 他就不用罵你這麼多 你在家裡也快樂一點 很多益處 根本你爸爸媽媽疼你 一定有很多益處 你爸爸媽媽是 全世界沒有一個人 像你爸爸媽媽 這麼不計代價來幫你 所以當你去祝福他的時候 他自然就對你好 你祝福哪一個人 都一定會有人回應 所以我們都時時想想 那些幫助我們的人 也想想弟兄姊妹 小組的組長怎樣幫你 有弟兄姊妹打電話給你 不要說他打電話給我 他過禮拜都可以做的 想想如果你打電話給你 有什麼感覺 是不是很容易 不是很容易 你要拿他的電話 不知道對方怎樣反應 那你接著給別人一個反應是甚麼 不理人 就是令到對方很傷心 所以我們經常都要想到 我做一件事給別人有什麼感覺 還有牧師 聖經說到的 那些牧養我們的人 我們要去感謝 這個我講不是因為我是牧師 而是因為聖經教導 聖經說的是甚麼 是受家匯的敬佛 就是說是雙匯的去尊敬他們 因為他們是幫助我們靈魂能夠得救 在很多事上幫助我們 但我不計較你們的回應 但我會教導你應該這樣做 因為我不計較 因為我知道神是 因為我講了 讓你們快點去做些事 我不是想這樣 我是想你們對神的回應 反而我告訴你 你最好回應 就是我旁邊的人 我最開心 你周圍的人 我最開心 我心裏就很感動 我會覺得 你真是好 那時時有一個支持的心 譬如祖長 經常都說支持他 當你這樣做的時候 耶穌就說 這人不能不得賞賜 就算一杯涼水 耶穌都說 這人不能不得賞賜 今世得百倍 來世得永生 你想不去今世得百倍 譬如你用的時間 將來會有很多人去幫你 我們真的有很多人幫助 我很感謝神 神幫助我很多 幫助師傅很多 我感謝神 神給我這樣的福氣 很多事 這個是神伯伯的因應 但也是因為我幫助很多人 很多人就對我有一個回應 而且我很多朋友 因為我時時都幫助人 現在我不斷認識朋友 在網上我不斷認識朋友 我的心態是完全想祝福的 你有沒有這個心呢 你想做一個心態 耶穌這種心態就是服侍人 我希望今天你有這個心態 我要服侍周圍的人 我要做一個以後都服侍人的人 有誰你想做一個以後都服侍人的人 誰想做 做一個以後都服侍人的人 這麼麻煩 你們不是很想做一個以後服侍人的人 很難吧 你需要在這種精神 當你這樣做的時候 其實不是吃虧的 是你會更加開心 我幫助人是更加開心的 你一個人自己 我玩我的遊戲機 我看我的電影 我家裡我照大幾個子女 我有這一切 是否最開心的 是未必的 你能夠祝福人 你的生命就有喜樂的 我們一起起來 我們一起祈禱 求主耶穌將這種心給我們 願意服侍周圍的人 彼此相愛 彼此會善事相愛